各位好神 太多太多话题课堂想跟大家讲 渣女搜查这篇文章 我就post在社群 不会在这条片里讲的 今天这条片我想跟大家深入分析 就像我昨天说中小学这些 应该立了一些新的题目或者课程之后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懂得怎样去责偶 责偶这方面 其实你懂责偶很自然 你就会懂责偶 两样同样东西 第一道门 永远记住大家听着 第一道门是朋友 第二道门才慢慢变成我戀人未满 什么情人好感 接着才到戀人 继而婚姻 接着被我家人 亲人般的家人存在是一级级的 所以你第一步 你见到一个人 他在宅友方面出现了问题 或者常常认识猪瓶狗友 或者很 proud自己有些朋友 明明大家都不妥对方 但识十几年 常常花时间去经营联络的那些人 这些人一定不会有好的伴侣关系 以及后天的家庭的关系 必定的 记住朋友是第一道门 所有东西都是大家牢牢记住这个法则 好了 我这里就写了一篇文 我不发布社群了 这里就和大家一起阅读了 如何分辨 自己是不是脱离了原生阶层 这个题目看上去就好像是 我如何去脱胎换关 离开了以前的所谓基层 两 launch edge financially 我可以把它判 其实这里在说你责友那样什么事 你怎样通过责友 看自己这些新人有没有进步 大家一起看 最直接了當的方法就是你兒時換伴 小學同學、中學同學是否依然你今天的所謂朋友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覺得很驕傲 你看看我的中小學朋友 大家還出來踢球、吃飯 怎樣有聯絡 每次我見到這些人都會知道 其實他們本身的人 大家整來人一起都沒有什麼進步 不能說不是 大家一起進步不行嗎?是不會的 人第一沒有那麼大的同步性 第二你的領域擅長的東西 對方未必擅長 如果你在另一個國度 另一個事業裡面去斬路頭角 基本上沒有人可以抓到你 你原本的人是不可以跟你扣動到 假設你有這樣的躍進和進步 所以你往往看到是什麼呢? 很多做保險、做銷售 他們會馬上小學同學、中學會花時間在那裡經營 繼而去拿到他的利益 如果你沒有這些保險銷售的關係 如果大家還在靠著 我好像很朋友 你會看到大家都生活過得不好 只要有其中一方的生活過得不錯 其中一方所謂是 生活、事業上面很大的 向上的那種躍進 你可以知道 他就說不需要你本人去踢走你 你覺得那些基層在存在朋友 那些人會離開你 因為他看到你們會周身不敘 所以我這裡寫到 真正跳級弱星的人 不必定是不斷更換朋友的 不是因為無情而你周遭流羅 不會看得你順眼人 當你太優秀、太快賺得越多錢 適合跟你差不多的朋友 必定是會遠離你了 這個我很有話語權的 我這個人是很重感情的 我真的沒試過去說 因為我覺得自己現在聰明了 就會離開 或者跟那些人疏遠 我是從未試過 我往往都是對方疏遠 就算我真的課金也好 或者給很多很實際的東西 他希望他跟我一起進步 他不會周身不聚財 為什麼你明明和我一樣 坐在我旁邊 你的起跑線和我一樣 但是陳怡 你現在是跑出 為什麼那些人認識你 但是就不認識我 為什麼你什麼都有 你什麼運氣都在你那裡 甚至於他們見到我的苦劫 他們都不會認同我的成果 不會的 總之跟你一模一樣的人 大家有沒有看過朱元璋 朱元璋為什麼要殺掉 以前見過他窮的人 因為那些人不會拖他的後腿 所以簡單說 這些人好的話 遠離你 因為他覺得 我看到你就看到自己有多差 他會疏遠你 不好的會怎樣 不好就會切法去陷害你 抹黑你 我以前也認識你 其實什麼那麼厲害 跟出跟入而已 你以前都是流浪 在街上撿垃圾 現在憑什麼做皇帝 你會聽到很多這些說話 去抵毀你 為什麼那些人會抵毀你 因為他曾經跟你接近過 曾經大家差不多這樣 大家一齊都是黑食的 在街上 一天你跟我說發達 你大脅我都沒有用 你大脅我 我也不會像你這麼厲害 我也是要讓你思醒我 我才可以有錢 我為什麼要看你的臉 我記得剛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我也有一些都是大家拍片的朋友 我不知道現在他們去了哪裡 有沒有繼續拍片 我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開始大家會沒有聯絡呢 就是當我訂閱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到起初他們一句 哇 你的訂閱人很多 訂閱者越來越多 火箭 開頭一句讚美 到開始你們脫班 脫班的意思就是 你跟他已經完全不同了 你繼續漏他玩也沒用 你就算說大喜 不如跟你拍一條影片 給你一些流量 他們都不會令你情 不會的 他們會覺得你 正在拍我 你令我覺得自己好像很差 所以你走開一點 我和我那些只有1萬幾千的10 去玩 那些訂閱者 你們這些過了10萬 過了20萬的那些 你們自己有 不要走過來 我不喜歡和那麼厲害的人玩 這個人是這樣說過 所以他一輩子都是做一個基層 就是這樣 我也認識一些做整餅的女人 以前很多年遲了 十幾年前他做學徒的時候做餅 現在我認識他的時候 這一刻他已經是一個小奶奶 從學徒在酒店裡做到經理級 現在已經不用做了 他就經常說 現在這幾年溝通最頻繁的朋友 都是這幾年認識回來的 他覺得一點都不可惜 因為舊時做餅的舊同事 仍然都是在做餅 自己根本溝通不了 現在他自己生活都比較好 嫁到一個不錯的老公 在家裡照顧小孩 他認識的人 都是跟他差不多階層的女人 又怎麼可以溝通到 不是他不想是真的溝通不了 還有人真的不要回頭 不要經常覺得 哎呀我要念情 沒有人會念你的 尤其是當你優秀了的時候 優秀的人多數都很重感情 而流羅的人 他們是表面重感情 所謂君子之交大綿水 小人之交甜蜜 流羅的人 他們那種所謂的重感情 他們根本是不能選擇 而要在同溫層裡面 大家互相去拿一些存在感和認同感 但是當你走得越遠的時候 你走得越高的時候 你望回頭 那些人是不想會騷擾你 所以何謂重感情呢 當你階層不同 你高別人低 你都願意去望人的時候 你才叫做重感情 大家差不多同溫層 大家丟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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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可能跟你一起吃飯 見到疏 Close朋友明明不熟 斷地跟別人聊的 回去還問你還不太佳佛 你看我已經是窮子了 你的男人也聽到人 現在我認識了一前 aber 他會這樣花時間 跟这些人去谈论吹嘘的男人 我保证这些男人是不需要把任何感情进去 你喜欢要玩要Q-time 释除专辩 但这些人是不会给你幸福的 因为他不会尊重自己的感受 也是因为没有朋友觉得自己在认囚中 其实大家都是在认囚中大家 大家都是在一个低位 大家互相围炉取暖 但其实你又不看我不信眼 我又看你不信眼 大家都是互相批评的 大家交流完之后 这些交流干什么 你都不尊重自己的感受 而且他会觉得这些男人真的很多 不是只有男女朋友 你看到有时候男同事或者男人特别喜欢 可能扔下了朋友或什么 走去跟人家红圈 但红圈的对象是他本身都看不顺眼 这些例子多的事 你经常说我很喜欢把很小的东西 可以发挥到临舔尽致地说 这也是我长处 其实观人于眉是真的 你看这些例子 一个人我扔下你和你吃饭 同一个他不喜欢的人 串门只串门 还觉得大条袋是这样的 出来做事社会人就是这样的 你不尊重自己的感受 这一生都只会是一条穷人 我见过很多这些男人 在我年轻小的时候 我经常都说 为什么你明明不喜欢这些人 这些人又给不到你实际利益 你都要不断去跟人家吹水聊天 而那些懒人是有涉有成男人 会告诉我 你不明白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了 结果现在他只是一条穷人 因为被公司炒了之后 已经无以为计了 命运很有趣的 你今时今日所种的种子 因你喜欢怎样形容也好 其实永远都会有个结果 你今世要受的 很少人今世不用收回的 你看看黄瓜那样 生个儿子没个儿子正常 这些又不是因果报应 不要说过这么长远 我只是教大家 如何去选择朋友 如何去摘友 你自己首先要一个懂得摘友的 不要经常留戀以前过往的 为什么我不喜欢跟以前的人来往 因为我经历过太多 我经历过他们 其实根本都不会看自己的顺眼 觉得你什么这么厉害 你以前都是跟我吃饭 跟我坐在一起 都是旧同事 你以前都是我的小孩 我以前都是你的上司 我现在为什么还要打工 为什么你不用打工 他不会从我身上拥有的特质去欣赏我 其实当时我已经不是普通人 我自己很清楚 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女孩了 我自己已经不是普通女孩了 我想的东西跟他们根本全都不同 只不过我谦虚 我坦虚 我未必需要每次拿到口头上的东西 继续做 我离开了那个地方 他们就会疯狂地去攻击我 所以呢 你要我真情否白 怎样去经历过这些 我很多事可以说 但我觉得我给大家最大的价值 就是你们学会 怎样去跳跃阶层之后 不要回头看 这个第一 这个必须要有的 你们看我的影片的人是少数 认同我说的人 都不会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 你们一定要学会 怎样去平息 以前所有会拖你后腿 不要浪费时间 在那些表面上 好像还是很友善 和你几十年感情 在小学童中和我背后 会不断数丑你 不要浪费钱请人吃饭 不需要用钱去买这些人的人情 什么人情面 什么东西 也都不要浪费 不要去伤心 那些人有得过去 哪怕这些人 可能甚至乎是你的手足 你的亲戚 有血缘关系 总之不要回头看 很多人都不会抵得你好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 为什么兄弟三兄弟 什么什么家族 整天打官司欠家产 打得落花流水 为什么这些朋友 永远都是 见到你好的时候 会走去抹黑你 永远伤害你的人 都是你最近亲的人 永远都是最了解你的人 才可以伤害到你 没有人会抵得你 伴侣都未必会抵得到你 大家听着 伴侣都会眼红你 都会葡萄你的 葡萄你不一定是单纯是钱 可能是你的头脑 为什么你做出来的成果 永远比我好 大家不同行 不同板块 不同的朋友圈 但是你是我女儿 为什么你做的事 结果就是会比我好的 为什么我做出来 就是不够好的 很多事情压在心里面 其实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在这个社会是很难的 你是要遭受到巨大的妒忌 攻击 慢慢的 未必是这么直接的 很多时候都是 溜溜溜溜 溜一下你 或者是说些东西 单打一下你 找一些很小微的东西 好像小人那样去攻击你 你的心会是最清楚 我可以告诉大家 愤怒这件事情 大家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愤怒 愤怒是帮你辨别是非 如果你是一个不是特别畸形的人 不是一个狂躁症的人 你是一个正常心智的人 一些人发生了一些事 好像好笑事 但是会引起你的愤怒 引起你的很不安 这些人就是告诉你 你要疏远去 趕快逃 快点走三个字 不要再留恋在这些人身上 我过去也花了很多时间 在一些朋友 或者是一些 我其实很想扶起他起身的人 我觉得小到一件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个女孩 她大我我想大了七至十年 其实她的阶梯 为什么会一直都不那么高 就是 她是一个新移民 她来到香港 又想过班 又留班 接着她毕业的时间 她中学毕业 已经差不多是二十岁 真的在说是二十岁 所以她的一路的步伐 都是比其他人慢 没有朋友 很多人都不喜欢她 我一直都觉得 人家不喜欢你不要紧 我可以成为你朋友 起初我的起步 如何和她参加 除了年纪大过我一截之外 其实她的所有东西 都是 我觉得不太差 大家都在找一万多元的时候 大家都有同级的时候 当我看到她开始不行了 常常回工作 都被人炒 我常常引荐她 是我现在做工作 我试过引荐我三次 只要我转一间不错的公司 我开始觉得OK 我可以公司又要人的时候 我就会叫她 你过来做 过来做 没一次我的公司会聘她 也是因为这样 她每一次都会把责任 怪回我身上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要再给我这些机会 我不想 我宁愿没工作 在家里留在那里 我也不想遭受到这些拒绝 或者别人不聘自己 这些感受 好了 到了后来 其实她的状况是越来越差 年纪大 但是什么都没有 真的差都没有 最后我记得她 最后一次我更新的她 是她还在做散工 整个人已经不平衡 已经很扭曲 很讨厌这个世界 我觉得全世界都欠她 辜负她 最恨的人是谁 最恨我 最恨我这个人 因为她觉得我令到她 自己 更加重复 更加觉得我是没有用 我对着你 我更加觉得自己没有用 所以你还好走远一点 不要令我觉得自己没有用 她喜欢什么玩 可能做炒散 适应 那些人在一起 她觉得那些人 跟那些人在一起 她觉得开心 因为大家都差不多跟了 所以你们遇到这些人 我深度分析这个人 你们遇到这些人 其实你应该快点走 一些不想向上的人 其实你是不需要理他们 不要觉得向上的人是试困 不要觉得 啊 经常想向上攀的 这些人才是最正常 想继续向上 继续优秀 继续去完好截的人 这些才是正常人 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说 看多些历史 为什么朱元璋 表面上好像很凶残 不是一个暴君 一族皇帝 杀了以前的人 你想想他就是 想令自己没有守备 他知道最后抹黑 去中伤他 去诋毁他的人 就是那些昔日 和他一样这么穷的人 那说到最后 你们都会不会觉得 嗯 我都不是一个 那么有野心 那么想向上爬的人 其实不要紧 接受自己平庸 我觉得今年我下半年 现在正式再踏入 我会很想和大家说 其实你不一定要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不一定要成为一个 你都可以成为一个 附在的人 可以一世都打工 可以一世都是 就是可能慢慢紧 个个月清 其实没问题 这个社会需要你们这些人 需要劳动人口 接受自己平庸 你不一定要成为优秀的人 但是最少我觉得 你接受自己平庸之前 不要去讨厌那些优秀的人 不要去抹黑优秀的人 承认别人的优秀 你的内在 你的心是可以很清高 是可以很善良的 但是我发觉很多人 是既接受不了自己平庸 但是继续躺平 然后内心是会怨恨一些 他们眼睛看到 以前坐在我旁边的同学 以前大家自己睡过街 撿过垃圾的人 我好恨那些人 为什么那些人 会可以打起 为什么自己就不行 大家好好记住 下半年我会很专注 跟大家讲这个话题 尤其是现在的00后 10后也好 90后也好 那些 你们还可以扭转 我不是重复多次 重新多次 我不是去 去不喜欢 而说你们老的四胆胎 我不是给你们看的 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我们觉得 你们现在已经固化了 没有你们的事业 成就 人过了三十多岁 所有事情 都很多事情 已经已成定局了 不会有多少个人 一世都流流流流流 四五十岁 无故发达 就是异想天开 放弃了这种想法 我们现在太容易接触到 Instagram Facebook 经常见人们晒冷 朋友圈 老的有老的晒 晒些孙 晒些子女 买些什么去 什么旅行吃什么好西 年轻的都是晒些差不多 人一生都不断去晒命 和说是非 所以叫大家小延遥 就是这样 就是说回刚才 为什么我说 我的影片是给年轻的女生看 年轻的女生尤其是 因为女生有很多内心气 很多独脚气 很多的自己不满 怨恨 或者很多的内耗 因为你不喜欢某个人 因为你不断去消耗你自己 那些东西明明可以推动你前进的东西 你不是 你浪费了 在一些很无无畏的东西 无畏到我自己觉得 是很拖你后腿 明明你这个人生不需要走到这么低 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女生 他不需要那么低的 那个位置 不需要炒散什么的 还有连炒散工都没有了 他明明原本的起步点和我差不多 但是因为内心很多气 经常沉浸在这些小情绪 小情小爱 各样东西 结果人生一事无成 找一个男人结婚生子的年纪都过了 你说是不是很可惜 女人最害怕是什么 最害怕又找不到钱 儿子又没什么都没有 连被我老公虐待PUA精神 PUA你的机会都没有 大家好好听着 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时间 不要害怕 去放弃你以前所认识的人 不要害怕被人说 不要害怕被人妒忌 当你所有事情齐了 被人攻击 被人妒忌 朋友远离你 证明你就是 已经是多成功 至少你脱离了以前的阶层 下堂